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养生的方法有很多种, 身边不起眼的小物件, 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养生神器, 比如梳子, 它在你的手中可以充当一个小小保健用品。 你以为梳子在生活中只能梳梳头发吗? 错了。 用得好,一个梳子能顶六个医生。 通过梳子进行按摩, 能够对身体进行调理和根治, 还能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哦。 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 接下来,让我为你们好好讲解 如何用梳子进行养生。 一,梳脱颈。 低头后,脱颈后最高隆起的骨骼下方, 有个凹陷的地方就是大锥穴。 用梳子背面, 在大锥穴轻轻按揉五到十分钟, 到颈后微微发热即可。 每天这样梳一梳大锥穴, 可以驱风湿,防感冒。 二,梳颈肩部。 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或者看电视, 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 下班后,可以叫家人或者自己拿一把梳子, 在颈后和肩膀处。 抹点刮沙油, 橄榄油也可以, 反复刮湿。 尤其是一些肌肉僵硬或者疼痛的地方, 可以大点力度, 多刮几次。 三,梳腰背。 长期久坐, 容易导致背部肌肉僵硬, 造成血液循环不流畅。 经常用梳背或者梳饼拍打或者揉刮背部, 可以起到刺激背部穴位, 改善背部血液循环, 预防腰背酸痛的作用。 用梳子背面摩擦腰背部, 致出现酸胀感, 且腰部微微发热即可。 一般每次三到五分钟。 四,梳手。 俗话说, 食指连心, 手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经常用梳子梳手, 能够起到通畅全身气血的作用, 还有助于缓解痛筋。 方法很简单, 用梳子背部垂直按揉食指关节旁, 把手梳热乎了就行。 另外, 还可以梳手心, 方向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能防治心脑血管病。 五, 梳脚。 中医认为, 脚是人体五脏六腑的反应器, 用梳子梳脚底或者脚面, 可以起到刺激穴位, 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长刮还有预防保健的效果。 方法很简单, 缓慢刮式脚跟里外侧, 把脚跟梳热了就行。 也可以刮脚心,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力度适中, 能补肾气, 致感冒, 腰椎酸痛, 内风湿关节炎, 内蜂蜜失调和调节肠胃。 六, 梳头。 梳子的本质工作是梳头, 用梳子梳头, 好处数不完。 俗话说, 头梳百遍, 并少一半。 梳头不仅可以刺激头部穴位, 提神醒脑, 提高记忆力, 让人耳聪目明, 还能够防脱顾发。 八十岁还有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 我们可以通过正梳、反梳的手法进行梳理。 梳头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整理头发, 最好的梳头方式应该是先从前额的发际线往后梳, 再从相反的方向, 即沿着脑后发际从后往前梳, 最后再从两耳侧的发根部, 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进行梳理。 将头部分为前后左右四块区域, 一处每次梳五到六次, 整个头发平均一天梳一百下左右为最时宜。 用梳子进行按摩, 最好选用牛角梳或是表面光滑的桃木梳, 可以搭配按摩油、橄榄油、乳霜使用。 每天坚持刮一刮这五个部位, 身体会发生令人惊喜的改变哦。 一年里, 我们在夏天积聚的湿气是最重的, 除了梳子按摩法之外, 长按身体这五个窝, 也能改善寒湿体质。 一、腰窝。 腰窝就是背后腰间凹下去的两个窝, 位于臀部上方和腰椎连接处的两侧, 在医学上被称作麦凯斯林。 不过腰窝最重要的地方是腰眼穴, 就位于腰窝上。 中医上讲, 腰是人体的肾气之腹, 经常按揉腰窝, 不仅可以缓解腰痛, 还可以辅助治疗月经不调, 改善腰部和颈椎的气血不流通, 导致的疼痛问题。 尤其是常年待在空调房的人来说, 经常按摩腰窝, 可以增强肾气, 帮助排除湿气, 不让湿气轻生。 按摩方法, 两手握拳, 用拇指关节按紧腰根, 旋转用力按揉30到50次, 以腰酸胀为宜, 再用手掌根部紧按腰部, 用力上下摩擦, 动作要快, 直到腰部发热为止。 平常还可以多点揉和扣肌腰部, 双手握空拳, 有节奏的交替扣肌腰眼部位, 力度稍微轻一点, 从上至下, 反复扣肌15到30次。 2.吸窝 吸窝也称国窝, 就是吸后驱的那块菱形凹陷, 而吸窝上分布着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膀胱筋, 膀胱筋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驱失的通道, 而吸窝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学位, 叫伟中学, 是这条排毒驱失通道上的排污口, 它正好处在吸窝的终点, 就是膝盖后方凹陷处的终点, 所以, 经常按摩吸窝可以驱失排毒, 还能有效防止含湿淤堵在膝盖上, 引发关节炎。 按摩方法, 用两手拇指端按压两侧尾中学, 力度以稍感酸痛为宜, 一压一松为一次, 连坐10到20次, 然后将手掌搓热, 来回搓擦裹窝两侧, 尖断按压穴位, 以局部发热, 酸胀为宜。 经常按摩吸窝, 液窝不但可缓解腰背下肢关节疼痛, 屈身不利, 还可加强人体的护卫作用, 增强免疫力。 三, 液窝。 液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嘎指窝。 液窝分布了许多上肢的神经和血管, 还有淋巴结群, 被医生称为人体三大保健特区。 而且液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以宽凶宁神的集全学。 经常按摩这个重要的穴位, 可以促进淋巴排毒, 效果很好。 而且集全学也是心经的重要穴位, 长按可以去除心火, 改善心脏功能。 如果平时很容易生气, 容易冲动, 性格急躁的人, 可以多按摩液窝, 可以舒缓身心, 贫富暴躁, 急躁的情绪。 按摩方法。 液窝推荐采取按压的方式按摩。 用拇指指腹按极全学, 反复揉压直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 一般需要三到五分钟。 抬高左手臂, 右手则将拇指放在肩关节处, 再用中指轻弹左叶窝。 弹拨快慢变换进行, 右叶窝也如此操作。 4.肚脐窝。 肚脐在中医里, 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叫神雀穴。 它连接人体全身经脉和气血, 并且跟五脏六腑的功能相关, 因此历来被中医视为致病养生的药学。 经常轻柔地拍打肚脐, 可以起到刺激穴位, 调和气血, 输干利胆, 通力三胶的作用。 还可以经常按揉肚脐旁边的带脉, 即我们常说的游泳圈。 通过轻重快慢, 不同力度的按摩, 可以使腹壁毛细血管畅通, 促进脂肪消耗, 消除脂肪以及防止腹部脂肪继续堆积。 睡前按揉肚脐窝, 有助于入睡, 防止失眠。 对于患有动脉硬化, 高血压, 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按揉腹部能平息肝火, 使人心平气和, 血脉流通。 按摩方法, 取座位或仰卧位, 用左右手虚掌着力, 以前臂发力, 连续不断地轻微拍打肚脐100次, 或用热肤按揉等方法, 刺激肚脐也可以达到此效果。 肚脐眼处的脂肪层很薄, 所以在按揉的时候一定要轻揉, 以防对肚脐处的脂肪层产生不良的损伤, 进而使肌肤出现破损。 5. 肘窝 夏秋换季之际, 心肺火毒过剩, 容易引发咽喉肿痛, 心烦心热, 口干舌燥, 口腔溃疡, 失眠多梦等问题。 经常按摩肘窝可以有效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肘窝是经络密集的部分, 分别有肺经、心包经、心经三条经络通过。 长按摩、按揉、拍打这个部位, 可以排除心肺的火气和毒素。 按摩方法, 将四指并拢, 力度由轻到重, 再由重到轻地连续拍打, 加按揉手肘数次。 要注意节奏和力度, 不要太过用力, 以感觉肘部微微发热, 酸胀为宜。 梳子这个小物件, 可能在女性身边还是很好取物的。 男性朋友也可以用伴侣携带的梳子, 利用好这个小物件, 每天坚持按摩, 经络排毒代谢好。 配上这一套简单又实用的按摩方法, 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 改善血液循环, 让我们远离流感, 不惧寒失, 一起跟家人分享起来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